湾区的华裔参战不断打破历史 上周我们报道过Union City华裔市议员王耀明 Jeff Wang成为该市有史以来首位的华裔副市长 今天的市府有约单元 我们就为您专访的王耀明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城市面临的挑战以及华裔居民关注的议题 首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Union City 目前大家在市政府比较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主要最关心的 当然和全国一样和全加州一样 一个是安全问题 自然问题 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问题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服务 增加服务的问题 因为我们Union City还和其他不一样 我们有很大的厕制 我们的财政Union City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问题的 那您刚刚提到赤字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跟我们说明一下情况好吗 Union City的话是一个中等的城市 我们大概有最近几年的人口在减少 我们将近就是七八万的人口 因为原来是八万多 现在在一点点掉下去 那么Union City的话 虽然在Silicon Valley的就是Gate 我们只称过去说 我们是就是奥克林机场的就是南大门 我们在处于就是正好位置是在奥克林机场和生活队机场的最中间 是在东边的就是Silicon Valley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的地区是很不错 我们过了桥就是Facebook 就是Meta 就是往南走一点点的话 就是Tesla 但是我们自己的城市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些很大的高科技公司 很荣幸的话 我们今年的话呢 就是富士康的公司的话 在我们Union City里驻扎 就是富士康的公司 现在是这样 一个城市的测资的 就是资源的话 是来自于就是Sales Tax和Property Tax和这些 那么现在这几年的话 Sales Tax也就是严谨下来的话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Hotel啊 还有的就是Business Tax 因为我们Union City的话 主要是Warehouse比较多 因为Warehouse的话 并不能产生就销售和Tex 比如说的话 觉得我们华人的公司叫We 大家都可能知道的话 We的公司主要的仓库都在我们Union City 主要的90%的Operation在我们Union City 但是它办公室在Fremont 办公室是很小 但是所有产生的一些Revenue的话 和Sales Tax的话 这钱全部给Fremont的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 我现在也在就是 新旧的改革委员会当中 我们要改变 Business的收费的一个原则 那么在Union City 它是一个很古早就开发的城市 那过去也曾经有辉煌的历史 这部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Union City在历史上 50年前70年前 Union City是非常富裕的 是一个工业区 就单单火车的话 当初火车是主要交通 Union City的话 有两个商业火车站 而且Union City过去曾经有很辉煌的 我们也过去也是西部片的片场 就是拍牛仔片的片场 而且我们是整个Alameda 最早的话是在Union City 是作为它的home base 就是counted base的地方 就等于是一个发展很早的城市 我们是发展非常早的城市 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但是就是这几年的发展的话 没有就是这些 比如说像Darbole 这几年发展的话 那么今后的话 Union City也会有很多发展 Union City现在被那个 就是加州政府的任命的话 是我们的湾区的 Bay Area的那个 Transportation的Hub 就是说今后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的Bart 还有Amtrak 和可能我们还有作为一个 Substation for the High Speed Rail 都在我们Union City的Bart 这里的话会建立 所以今后这样好的话 那么许多人要到Bay Area来的话 你要如果是用交通 公共交通工具的话 因为今后我们限制 汽车啊这些的话 那么Union City 就会成为一个中展站 就是说Union City eventory它们会有很大的发展 说到Union City的话呢 目前的人口也比较 就是比较分散各种都有 我们是在湾区当中 整个在加州 全美国都是一个 各个族裔比较 多族裔的一个城市 那么目前我们大概有 不到八分之一的是我们华裔 那么另外一个亚裔呢 比我们稍微多一点的话 是印度裔 它们是八分之一 那么我们将近有20%的话 是菲律宾裔 原来Union City有很多的 越南裔的话已经离开了 菲律宾裔最高的时候 要达到35% 那这样加起来亚裔的比例很高 是的 有多少有没有一个数字 我们现在的话 亚裔的话是应该来说 偷偷亚裔加起来的话 我们是接近50% 您刚提到亚裔居民 有大概半数左右 那也是蛮高的比例 那是不是介绍一下说 那么亚裔的这个居民们 大家关注的又是哪些议题 第一最关心的安全 服务 就是这个 还有税收 我们的税的话 我们的Sales Tax 是整个加州是最高的 多了百分之多了 我们是11% 所以的话 尽管我们的收入和其他的城市 是不能相比的 就是这些 所以 因为我就跟您说的话 而且我们的房地产的税 是我们的就是 Pobly Tax 还有的交换 就是因为你当初买的房子的话 它有2%和3%的gap在上面 你才慢慢涨的话 我们许多是大的房子的话 Sales Tax 就是Pobly Tax 很低的 如果它卖了 我们就可以 我们不像这个 像Fremont 帕拉特 这些城市 这些我们看到Sunnyville 他们Rotel的很快 所以他们可以拿到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您 接着我们的采访